天一开始冷就犯病 就是个咳呀 还是白痰 一咳的时候就呼噜呼噜的 白天还差 就晚上 咳得你根本就没办法睡觉 看完之后大家觉得啊 跟什么样的原因有关 现在啊 天气早晚温差大 一凉一冷一热 就是一交替的时候 感觉空气一进去就咳 咳但是稍微会带点白痰 您觉得是寒咳热咳还是什么咳 应该是寒咳吧 因为天气变凉的时候才产生的 我外孙子啊 晚间咳嗽他就有痰 有时候嗓就呼噜呼噜呼噜 他就是寒咳 闪着汗了 可能是啊 就感冒就咳嗽 白痰 我感觉这次应该是寒咳 可以叫寒咳 这个简单的说 更准确的说 叫寒痰数费 怎么讲 这怎么讲呢 就这个典型的 就是他咳嗽的时候 一定要吐痰 而且这种痰 这种痰是白色的清晰的痰 这是一个典型的 这种咳嗽 而且这种咳嗽 通常因为有寒痰在 他嗓子里边啊 会有声音咳嗽的时候 这个呼呼噜噜的 呼呼噜噜的这种声音 就是发作的时候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冷敏感 就他这个通常 比如说感冒以后 这个咳嗽一直没好吧 他什么时候发作呢 他会晚上发作 晚上天上就凉了 或者是他在吹风的时候 这冷空气吸进以后 这个嗓子一痒痒 就咳起来了 就是冷敏感 就像这样的咳嗽 就像这样的咳嗽 就像这样的咳嗽